欢迎来到美厅 从现在起,你要停止对自己做的十八件事 鲁迅先生曾说,一个人幸运的前提其实是他有能力改变自己 人生短暂,精力有限,改变自己,从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开始 好的人生,不仅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更要知道哪些事不能做 及时止损,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下面给大家列出一份人生停止清单,送给想要变得更好的你 关于家庭 无论我们走多远,都走不出家人的牵挂 想要家庭幸福,从停止羡慕,重视家人,付出真心开始 一,不要忽略身边的小幸福 当你觉得生活不好时,先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近视眼,忽略了身边的小幸福 清晨醒来,厨房飘来的饭香 熟热难耐,一场大雨后的凉爽 疲倦时,一个温暖的拥抱 晚归时,有人在等你回家 生活中平凡的幸福瞬间还有很多,需要你用心去体会 当你羡慕别人时,你也是别人羡慕的风景 二,不把家人放在第二位 家人和外人永远不会是一个平行的线 家人,是给予我们生命的父母,是血脉相连的兄弟姐妹 分担你喜悦的人很多 和你风雨同舟,无限包容你的,只有你的家人 不要需要帮助时,才想起深厚的依靠 伤心难过时,才知道回家疗伤 家不是沿途的旅店,而是你一生的归宿 生活中,不要用情绪解决问题,情绪只会增加问题 更不要把好脾气留给外人,把坏心情留给亲人 他们知你艰辛,懂你不义,因为爱你,才会忍你,让你 但时间长了,他们也会失望,受伤 让温柔谦和的自己,站在家人身边 善待他人,从善待我们的身边人开始 关于感情 感情是美好的,也是脆弱的,相知不易,且行且珍惜 想拥有一段长久的感情,从细心呵护,勇敢追寻开始 四,不要失去爱一个人的勇气 我们都渴望被人爱,被人温暖 然而人海茫茫,一次就遇到对的人的概率很低 有些人只是你生命的一个过客 不要为了一棵不开花的树,忽视前面的万花丛 别因为一个不值得的人,封闭自己的感情 要知道,相信爱情的人,才会收获真爱 五,不要忘记婚姻里的爱情 婚姻里的爱情也许缺少了玫瑰的芬芳,但是它有一日三灿的温馨 感情不曾走远,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些小摩擦,小矛盾是难免的 不能因为对方一次做的不好,就否定全部的好 不要走着走着就忘了,爱着爱着就倦了 不要等人走远了,你才懂得对方的难能可贵 关于人际交往 好人员不是等来的,好朋友不是求来的 想要与人相处融洽,从选择朋友,经营感情开始 六,不喜欢你的人,不必讨好 一书曾说,人生短短数十载,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不是讨好别人 喜欢你的人,会把你的缺点缩小 不喜欢你的人,会把你的缺点放大 不必费力取悦不喜欢你的人,除了浪费时间,毫无其他意义 不要让你的真心变得廉价 与其舍尽求远,不如珍惜眼前人 七,停止过度消耗人情,时常存储感情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悄悄板的两端 要想保持平衡,双方必须要势均力敌 在高处的人要懂得向下压,让对方上去高低交错,才能不断体会到游戏的乐趣 成人的世界,互惠互利,才能皆大欢喜 真正舒服的关系,不是消耗,而是久处不累,没有负担 史蒂芬,柯维说,你必须把每一次人际交往,都看成是在他人情感账户内存款的一个机会 要知道,人情比金钱更贵 在感情的账户里,多存入,少消耗,小事自己扛,大事互相帮 八,不吝啬对他人的赞美 俗话常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不可小看语言的力量 赞美是人际交往中最好的润滑剂 赞美他人,愉悦自己,好的生活,需要自己创造 如果你把别人看成是魔鬼,你就会生活在地狱中 如果你把别人看成是天使,你就会生活在天堂里 当你想要赞美别人时,请大声说出来,不要吝啬 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让你的人生走得更顺 关于健康生活 生活如果不宠你,你更要善待自己 想要过好这一生,从停止消耗,调整心态,重视生活开始 九,不放纵自己,生活有节制 茨维格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以为疾病和死神只会光顾别人 平时总以为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生病时你便会知道,健康是经不起挥霍的 好的生活习惯,需要我们慢慢培养 我们可以放松,但绝不能放纵 人生下半场,少喝点酒,戒掉熬夜,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 十,不盲目攀比,生活有节奏 曾看过这样一段话,别焦虑,人跟人的生活节奏不一样 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以送达,有人才刚切好菜 世上有千种人便有千种活法,不要拿别人的尺子去丈量自己的生活 活在自己的节奏里,你不必为了追赶谁而打乱自己的步伐 你只管调配自己的生活色调,不必活成别人的模样 十一,不随意挑剔,生活有暖意 水在浑浊,经过时间的沉淀,也会变得清澈 命再不好,只要足够努力,也能过得很好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赢在起点,有人赢在终点 命运从不偏心,幸运只会降临在认真生活的人身上 有悲有喜的才是生活,有苦有甜的才是人生 别指责,别挑剔,别让自己活在阴暗里 多看看生活的正面,做一朵像阳的葵花,结出自己的人生果实 十二,不贪图便宜,生活有质量 花一百元买一件衣服穿一年,和花二百元买一件衣服穿三年相比,还是后者更划算 一分价钱,一分货,能求最好的,就不要退而求其次 当你只顾着忙碌,而忘了享受生活时,你的生活也在打折扣 挣钱不是为了成为富翁,而是为了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花自己的钱,过有质量的生活 十三,不得过解过,生活有仪式感 你有多久,没有给父母做过一顿饭了 你有多久,没给爱人买过一束花了 你又有多久,没有精心打扮,参加朋友的聚会了 没有仪式感的生活,犹如没有绿植的沙漠,却少了一丝丝生机 小王子里说,仪式时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 时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生命很好,不要得过且过 不要让生活变成生存,毕竟除了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值得去追寻 日子是自己的,今生要好好过 关于自我成长 老话有说,活到老,学到老,成长是一辈子的事 想要快速进步,从停止幻想,充实自己开始 十四,不无所事事,去开拓自己的新天地 曾有人问,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是什么? 答案是,让他长期闲着 刀不用生锈,人不懂生病 一直待在舒适圈,停滞步前的人,犹如龙中鸟,池中鱼,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世上没有不劳而获,只有耕耘收获 不要在该奋斗的年纪止步,不要让以后的自己为此刻后悔 十五,停止幻想,一步一步地迈向目标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你终究会明白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从现在起,停止不切实际的幻想 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步登天都是虚 做不好眼前小事的人,也难成大事 世上如果有捷径的话,那就是俯下身子的努力 也许我们终其一生都很平凡 但我们可以努力,活得不那么平庸 十六,不浪费精力,用好自己的二十四小时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习惯把事情拖到明天的人,也不能过好今天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一天都是二十四小时 有的人,松弛有度,把日子过成了一首诗 有的人,浑浑噩噩,把日子混成了一地鸡毛 如何利用每天的时间,决定了你会成为怎样的人 请记住,你愿意等时间,时间不愿意等你 不浪费时间,就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十七,不害怕失败,大不了从头再来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更是留给敢于尝试的人的 不要害怕做不好而打退堂鼓 人生本来就一无所有,又何必害怕失去所有 完美的第一步是完成,到达的第一步是出发 沐昕曾说,所谓无底深渊,下去也是前程万里 人生的征程,就是用勇敢去撞破生命的隔膜 开辟新天地 十八,不停止学习,时时更新自己的大脑 书山有路勤为敬,求知有道 学海无牙苦作舟,学无止境 时代在发展,知识在更新 你的学历代表过去,学习力才代表未来 能够笑到最后的,一定是那些能够持续学习的人 不想被社会淘汰,就通过学习给自己的大脑更新换代 唯有知识,可面向未来 人生开始是一张白纸,用善良做底色,用阅历去着色 想要画面唯美,胡乱地涂鸦,显然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不如认真的布局规划,去除生命杂志,留下最美的色彩 人生需要前进,更需要好好设计 从现在起,停止无意义地消耗,把时间用在重要的事情上 让我们一起卸下负重,剪除多余的枝枝叶叶,活得轻松愉悦 订阅美听,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